各位同学好,我是澳洲尤阳AES的老师Iva 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一下尤阳AES关于写作方面的内容 那我们了解的华AES是分年级的 所以我们从它不同年级出题的角度考虑 我们的作文一般分成三个大的类别 第一个大的类别叫Argument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议论类的文章 第二个大的类别是Instruction 也就是说明类的文章 第三个大的类别是Story 一个叙述性的故事类文章 那相对Story的话是比较倾向于会在四到六年级的题目里面出现 Instruction和Argument会在相对高年级的题目里出现 那我们今天从如何写好一个Introduction的角度来考虑关于写作方面的内容 也就是如何写好一个开头段 首先我们说呢开头段一般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要有一个 an attention getting lead 就是首先你要给读者一个能够专注眼球的线索 让他继续来读一下这篇文章 第二个部分叫Transession from the lead to your thesis 过度 那三个部分也就是我们比较重要的部分叫Gythus就是你要在开头段提出的你的观点或者你的意义 这个是开头段比较重要的三个因素 那我们所谓的Attention getting lead 又可以通过哪几种方式来表达呢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表明 题目是一个典型的argument 议论论论论的题目 should teacher's salary be decided by student's behavior 所以在这里我们一般会推荐写的一共是四种 late types 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四种方式来开头来引出这个文章 第一种呢是通过fact 现实也就是说the writer gives an interesting fact or a piece of information to introduce to the topic 那在这个topic下面呢 我们一般可以写什么用什么样的事实可以来介绍这个topic呢 在这个下面我们举例说明有一个什么样的事实 比如我们可以写many Obi believes that the teachers should be paid I need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这就是典型的一种fact 是许多人这样认为 那我们统称这种为一种 多数人承认的现象 一种社会现象 人们认为呢 Teachers should be paid on the basis of their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这个是我们引出这个topic的第一句 那我们称第一种例的为fact 第二种 我们可以称入使用的第二种方式是 通过你的personal story开始 在这种题目下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个personal story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比如说 When I was a student 当我上学的时候 我的老师他们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assess的 那对于我来说 我可能得到老师更多的tension 因此也提高了我自己的skills或者成绩 这是第二种方式 这是第二种方式 可以通过一个personal story 那第三种方式呢 可以通过 可以通过 这个叫metiful 就是说 就是说通过一种比喻或者说 我们甚至可以叫它一个definition 也就是定义的方式 ok 什么叫比喻以及定义的方式 我们回到题目来看 就是teacher salary 是一个典型的教育领域的题目 那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定义来转到这个题目呢 我们可以从关于education的定义来入手 for example education呢 可以说the fundamental theory 是定义的 是定义的方式 是定义的方式 所以我们考虑一下 用一些计划 或是定义的方式 可以排成方式 也有一个计划 用的方式 用的方式 可以操作 用的方式 这个是典型的一种对教育或者说对教育的理念做了一种定义 或者比喻我们甚至可以比喻说education is a journey可以比喻说教育是一种旅程那在这种旅程中呢人们有如果老师有更多的motivation就是他有更多的刺激的话你这个旅途就会更愉快这是我们所谓的第三种开头的方式第四种也就是最后一种 Description Description呢就是要求 So the writer paints a picture of a scene or event to put the reader in a setting也就是你要给他读者描述一个完整的场景让他觉得呢他是临其境跟你在同一种环境下来读一篇文章 那Description的这种开头方式明显就更适合于第二种instruction和story的写的方式的题目的类型 所以Description里面也就是我们平常会说的要素既然要描述一个场景会涉及到when什么时间 Where和who基本做到第三个要素就能描述一个完整的场景以写着开头那这四种就是我们平常所推荐使用的四种attention getting lead 然后我们后续呢就可以从这个lead的角度出发引出我们的题目 The scissors 然后introduction 的最后部分就是例论怎么样提出你的观点 那我们在这儿做一个example 还是根据这个例子我们最后的观点有可能是说I believe 我认为这是一个controversial topic 这是一个有很多争议的题目 I do not agree with the topic because of the reasons stated below Stated below也就是说明我们从introduction 段要引出后续的body parts 这是我们主要的论证段 我们下来说我们下来说大家在这里 做这样的意思 我们下来说我们下来说我们下来的静点 Belma 把我们下来的INE 按电子录像 这是我们下来的等等 不是他们下来的一点点 我们下来的听 multiplier